不失高 咳 風水倒地也活著啦 4500 加14多少 4500加14 你這樣算出了 快點啦 我算一下 快點 我用手機算 不是 我幫你算好了 快點啦 要來了 但煞到台的意料 喔這個大家都一樣嘛 都紅茶嘛 啊怎麼有人加珍珠 欸你直接加珍珠 沒有啊 有沒有 沒有 我先請飲料你叫你珍珠啊 所以你叫珍珠 上次你去我家就拖到我泡麵 蛤? 太扯了 太扯了吧 上次我請大家喝飲料 結果他還拖加珍珠加野果 他上次還拿公司的茶包回家欸 真的假的啊 他這個是這樣啊 繼續 我的我的 來來來 一共房子 來來來 謝謝 來來來 換你換你換你 來來來來 他是怎樣 他怎麼了 他幹嘛 不開笑 他不是手 剛剛也沒怎樣啊 不是我們剛剛沒說手嗎 我們剛剛是怎樣嗎 不然你去看看好不好 對 很怪欸 算完了 解出來了 這一個 就是我送給人類最後的禮物 我 2020 人間且利略 終於算出來 反基因方程式 反基因方程式 你知道只要是人類 喔不 只要是生物 他們的行為能力欲望 全部都被他們的基因所操縱了嗎 你以為你的思想在控制你嗎 基因早就幫你決定好了 那我們需要什麼 反基因方程式 你的基因在控制你啊 你只是你的基因的軀殼而已 你要怎麼掙脫這個基因的軀殼 反基因方程式 反基因方程式啊 這個方程式 就是代替我們人類 掙脫基因的第一步 明明就是你自己想吃珍珠 你還在那邊怪什麼基因啊 錯 是我的基因 想要吃珍珠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 我 2020 人間且利略 送給人類最後的禮物 反基因方程式 你這到底在寫什麼啊 其實這個公式 看似很複雜 但只要有點概念的人 大概可以懂 就是你把這個數字往這邊套 你可以得到這個 最後呢 我們就有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 反基因方程式的精華 我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讓所有的人類 都可以享受這一套 反基因方程式 是這樣 當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這一件事情 你意識到 它不一定是你需要 它可能是你基因在作祟的時候 千萬要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 然後 沒 那 讓你的基因知道 誰才是老大 殺個他 措手不起 架破他們的膽 讓他不敢再作祟 這一個人就是我 送給人類最後的禮物 反基因方程式